《枪火》杜琪峰曾批评某些电影 一堆人捧着枪进来扫射 人就像跳舞一样的扭包扭 而自己也拍过这样的戏 他决心打破这种模式 以250万成本 在19天内拍摄完成的枪火 因为资金和时间限制 反倒让杜琪峰发展出一套 简约干脆而又充满张力的表现手法 次要决策也是决策 他们死的时候也得有个态度 这便是杜琪峰写实风格的灵感来源 默契电影《枪火》讲述了黑社会老大文革被人追杀 其弟阿南安排五个人来做保镖 并命令他们查出暗杀文革的幕后人物 五人中有市井混混 有黑道高手 也有金喷洗手的昔日英雄 一群互不认识的江湖人同心协力 将杀手擒获 并查清了幕后主使人 在默契的配合下 成为肝胆相绕的好友 后来阿信与嫂子通间的事情 被阿南知道 为保阿信 五人又默契的上演 最后的饭局骗过了老大 动静写实枪火 顾名思义是要枪战的 影片中发生于百货商场的撤场交战 没有喧闹中的对射 没有华丽的街头追射 有的只是五个沉默的男人 他们如同五个模特一样 在空旷的商场里既然站立着 在枪火的闪动中 特守着自己的职责 文唱武器 以静制动 这一幕 冷峻的张力远胜过大打大爆 每一次发枪 每一个走位都严谨而默契 把江湖中的老恋和无情 悄无声息的传达出来 人物片中人物性格鲜明 且有血有肉 阿兰无振于世 乖丽的眼神爆裂的脾气 为人强势而不夸张 做小弟时护着老大 做老大时也照着小弟阿鬼黄秋声势 一个理发师 江湖传说中的鬼剑仇 始终净手本分 公私分明 阿肥林学士 油光发亮的大背头 不离口的花生米 以及憨厚幽默又大之若鱼的形象 贯穿全篇 阿内张瑶阳是 冷酷而自信的沈枪手 市井里的皮条客 在与对手相遇时的相识一笑 人情未识足 阿信吕宋贤士 勇猛有余而经验尚浅 血气方刚的性格难免惹祸上身 手足枪火堪称银河印象的经典 从演员到导演 再到影片都获奖颇风 以及说是剧情玄妙 不如说是选人得大 吴振宇 黄秋生 林学 张耀阳四人 作为杜琪峰的金牌演员 平日里也是私交甚密 知己知彼 黄秋生后来透露 在拍自己被扇耳光的戏份时 正好是自己的生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